耶稣,耶稣,耶稣 from Nazar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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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Calvin 來到第二集為大家介紹 J.S.巴克的壽難曲 上一集我們有講過 那個劇情,壽難曲裡面的內容 怎樣去推演 用了Residative,宣序調和Aria 也加入了會眾熟悉的會眾聖詩 而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下內容 如果比較巴克所寫的兩套壽難曲 他們的內容都有點不同 聖伊漢壽難曲由耶稣被十二使徒之一的尤大出迷 被羅馬官兵拘捕講起 去到被釘十字架之後,遺體被埋葬為止 而聖馬太壽難曲,感覺就更加大型 他的劇情也開始得更早 由耶稣被捕之前 向門徒預言自己會被出迷 以及會被釘在十字架上開始 而在整套大型作品開始的時候 J.S.巴克也加上一段大型合唱 我們不如先聽聽 《聖約翰壽難曲》開始的這一段 那種風雨欲來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 《聖約翰壽難曲》 《聖約翰壽難曲》 《聖約翰壽漫》 在祖筊哪製陶禮 已經起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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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